港府突然在星期二开始暂停运作 驻台湾的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 事隔三天终于交代原因 当局说是台湾多次粗暴干预香港事务 对两地的关系造成无可彌補的伤害 何家俊报导 运作近十年的驻台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 突然暂停运作 特别政府事隔三天先交代原因 提到台湾近年多次粗暴干预香港事务 推出所谓缓港专案 为暴力示威者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人提供支援 一连串挑衅行径 对港台关系造成无可彌補的伤害 令办事处的运作环境日趋恶化 加上办事处人员曾经受台湾激进人士威吓 种种情况遇到留住人员 面临不稳定因素 港台各领域交流的空间 亦都在这个阴影之下日漸收窄 为保障驻台人员的安全和权益 要暂时关闭经贸民办 目前所有香港人员已经离台返港 发言人强调会密切留意情势发展 通盘考虑经贸民办的未来路向 将会一如既往继续根据基本法 同一个中国原则 处理涉台问题和港台关系 两岸关系恶化 接着导致香港和台湾关系 也都会慢慢吹向恶化 从北京的角度 他们认为台湾现在 就是跟西方世界的关系越来越近 接着可能会有隐性台独 慢慢慢慢出现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两制 究竟会不会被政治冲击了 台湾政府是在去年公布 香港人到援助关怀行动专案 加快处理声称自由受害的港人 到台湾移居的申请 由线电视记者何家进步道